蜡不得料理 总是让大家食欲大振 有的人甚至工作得太忙 或者是胃口不好的时候 多多少少带一点点蜡 饭多吃个两碗 你是不是一个 喜欢吃蜡的人呢 其实没有让你吃 蜡到满身大汗 蜡到头皮发麻 但是些许的蜡 好像营养啦 好像开胃啦 方方面面都能够加分 今天我们就用小蜡 来炒个肉片 制作这道蜡齿椒炒肉片 所需要的食材 有大理鸡肉200克 豆豉一大匙 青椒1 2个 红辣椒一条 蒜头两颗 香油一小匙 太白粉两大匙 米酒一小匙 绍兴酒一大匙 调味料则有酱油一大匙 辣豆瓣酱一小匙 糖两小匙 胡椒粉一小匙 以及盐二分之一小匙 董哥 焦哥好 你是不是辣 我本身不太吃辣 什么叫做本身不太吃辣 所以你分身吃辣了 分身吃辣 没有 因为我家里都没在吃辣 对 然后后来是因为我老婆有吃辣 结果被他影响了 好像会吃一点点 所以你跟太太如果去吃的话 吃鸳鸯 你恐怕白锅吃得多一点 她恐怕是红锅吃得多一点 对不对 其实多多少少让那个菜里面带一点点辣味 其实是蛮过瘾的 对 我现在是觉得是蛮过瘾的 以前都不会啊 没错 没错 以前非常害怕 对 试试你太太真是焦得蛮好的 对 所以我看今天里面 这个只有一根红辣椒 对 对 看起来这根红辣椒 恐怕带香 对 会多于带辣 对不对 没错 OK 好 然后到时候再补一点点这个 辣油 辣豆瓣 辣豆瓣 对不对 来 我们来整理食材 好 来 那我们这边紫椒就是用这个叫青椒 对 那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肉片 所以有在青椒在切的时候 我们尽量把它切成这个小的片状 小片 对 因为青椒其实你切太大 在吃的时候那个口感 你会觉得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因为有的人对于青椒那个味道 是有点点不喜欢小排斥的 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青椒 来 先把它切成这个 对 大概脂 脂甲偏再大一点点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胖辣椒 胖辣椒原则上我们在做是要去脂 是 对 那我这边是觉得说 把这个做法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去脂的话 中间化开 对 化开 这个不要去切断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 你切断的话不好做 然后用这个刀的头部这边 又一个怪招 对 这是怪招 对 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真的啊 对 那我这个可能 我这个师傅教的可能比较 没有 我觉得这你们这几个人 对 每个人出了这样子的招 对不对 好 对 对 稍微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样切的话会比较 有的师傅 有的师傅 他就这样子 切 然后 对不对 然后再刮 有没有 但是这样会变得 你见过吗 我知道是谁 对 然后有的人呢 是这样子的辣椒 它就变大 对 它是这样子 轮撞 轮撞切下去 切完了 那刚好纸跟中间的囊流出来 对 剩下的皮 我这个拿走 这个技巧比较高一点 对不对 所以在我节目里面 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 你这种切开 对 摊平 吐蕊 对 往前 对 这就是一个行程 对 所以蛮有意思的 对 反正把这个辣椒有办法 反正弄成 去脂就好了 对 对 对 那因为我们这边也是 辣椒也是也要切的 像那个青椒的大小 比它再小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 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切 对 好 再来 我们就看一下 礼照办礼 对 刚才多大多小 现在我们就差不多 那样子的大小 对 好 这样子切起来都很大小 对 处理完了 然后就要放在旁边 对 蒜头呢 之前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蒜末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就朝这个 里脊肉下手 对 里脊肉的话 我们买来的时候 它都一定有一条 这个筋膜的地方 那筋膜的地方一定要去掉 对 那我去这个筋膜的地方 就是用这个另外一个方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这个肉我们稍微把它 举好 举好 然后呢 一样要压紧 是 要压紧 也是用这样子那种 片的方法去 对 压紧 然后刀子呢 这边一定要压紧 先这样子下去 对 找到那个膜跟肉 中间的位置了 是的 找好了 然后呢 刀子是平行的 跟我们的砧板这样子 对 是是是 那边往后走 对 往后走 你看一下 来 来 取到这边 好 这边最后一小块的地方 把它取掉就可以了 是是是 所以你的 这一块就取起来了 是 那这个还剩一点点 这是无伤大雅 是比较没关系的 好 那再来呢 我们这个要切成肉片嘛 是 肉片的话 我们大概先看一下它的方向 如果你不会切的话 我是建议说可以 直接先把这个肉切成我们要的大小 因为在切这肉很怕它会划来划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最大的面积 在砧板上面把它 让它刮掉 刮掉啦 对 然后呢 刀子慢慢的一片一片去划 对 一片一片去把它划下来 划下去了以后 就往旁边顺手一撇 一撇 让它接触到这个摩擦 而不会沾到你的刀面上头 对 像这个时候就不用再磨水了 那最后的时候 来 就用片的了 就是来 也是一样再把它划过去 对 划过去 你看我们这个肉片的 是 口感才会好吃 OK OK 对 好 再看 找一个最大的宽面 对 慢慢的 一片一片来 一片一片 划下去就把它往旁边一撇就可以了 好 好 比照办理 比照办理 如果呢 你还觉得不好切 没关系 你又不想拿去给卖肉的切 你就把这块肉放到冰箱 对 让它冰硬了 拿出来 你就好切了 对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对 就是冰硬了之后再切 对啊 只不过冰硬的话 到时候在你腌半的时候 可能要些许多大一点点水 对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水分 被那个冰箱的那个冰晶的效果 把它破坏掉 是的 好 因为其实里肌肉我是觉得很多 妈妈是不太喜欢做 因为太干了 都喜欢吃三层肉 是 不然就是梅花肉 比较油脂的地方 但是我今天教的这个方法也 也可以参考一下 是 对 能够把里肌肉搞到好吃 那就是学问了 那真的是 对不对 一个不小的学问 是啊 所以其他师傅都不肯敢做 真的啊 真的 一起来试试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来加一些调味在里面 OK 第一个呢 去腥提味的好东西 米酒 米 对 你要加这个酒还是加米酒 一般的是先加米酒 先加米酒 对 先让它喝一点点杜树高的 对 对 先喝杜树低的 再喝杜树高的就容易最好 因为主要是让它先去腥提味 这个米酒大概是两大汁 这个有两个作用在里面 因为想说这个里肌肉 它必须要点打水进去 但是我们不用手 我们用酒把它打进去 因为酒其实它在喷嚼的时候 会蒸发掉 但是你并不会觉得有太多的 那个酒精的味道在里面 好 第一个是米酒 对不对 一方面打水 一方面去肉腥 是的 接着 再来呢 我们就是要一点咸度在里面 OK 酱油 就是先一点盐巴 要盐 对 这个要盐巴 对 是不是 对 所以米酒跟盐 刚才是没有写在这个食谱上头 对 稍微加一点点 来 好 好 盐大概我们二分之一小汤匙就可以 OK 少许一点点的盐 对 那再来就是酱油 果然现在回到这个食谱上头写的 对 因为酱油它需要就是让我们这个肉可以上色 对 来 大概是两汤匙就够了 好 稍微把它整个搅拌均匀 要不要糖 这里的话可以稍微不用放糖 不用放糖 要不要胡椒粉 胡椒粉要一点点 一点点胡椒粉 本身我们在这个肉上面给它做多一点学问在里面 对 对 好 那我们趁着这个它还有点酱汁在里面 我们稍微用 还有湿润的效果的时候 对 开白粉 是 对 来 开白粉 好 大概两大匙便宜就可以了 好的 对 好 把这个粉跟这个肉片把它稍微的 对 均匀的把它弄在一起 好 那传统的话 这边可能也是要下去就是用过油的时候来过 对 但是我们今天吃健康一点 是 对 如果你吃起来又辣又咸又油的话 可能吃不太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 现在我多么希望有吃不下的现象 吃不下你就不会胖了 对 所以我们就尽量就是在家里可以试试看这个 用过水的方法来试试看 是的 对 但是重点就是说我们在过水的时候 这个温度要高 对 因为这个鲤鸡肉它本身是一个 必须要全熟的一个食材 它不像其他的那些牛肉啊什么东西的 我们还可以吃到几分熟几分熟 猪肉它是一个杂食的东西 这个一定要全熟 它一定要全熟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这边水呢 要确保它稍微这个温度要高一点 是整个面啊 要让它有这个 这个水泡的这个状况起来 对 完全呈现滚沸的状态 对 那待会呢 滚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个 沾满了这个粉啊 还有这个酱 很僵的这个味道 对 把它放进来 如果我们的温度不够高的话 它很麻烦啊 就是说它可能会 粉会跑掉 粉就脱掉了 对 对不对 然后这个肉片烫好了 这里面的水就变成一锅浓汤 浓汤 而且呢 你待会儿这肉片吃起来 哇 怎么那么的 那么干柴啊 你少了这层粉在保护它 是 这个有点像我们传统在 做肉羹一样 对 肉羹也是用 肉羹也是烧一锅水 然后呢 边做肉羹边下 对不对 对 供丸啦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都是 对 对 那我们这里稍微要来炒一下这个 这个辣味的东西 是 光你这三个东西 如果炒得好的话 就是一个小菜 就非常好吃 对不对 要不然加一点点那个什么 菜脯啦 菜脯啊 味道也很好 是不是 或者是这个本钱再出一 本钱少加菜脯 本钱如果高就来炼 对 蚵仔 蚵仔也不错 对 炒酸菜也很好吃 是 可以 酸菜对 好 那 焦哥我们可以先来 稍微来看一下 你看 因为我们这个肉片它已经整个 开始有这个白色的蛋白质 要出来了 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稍微 要把它晃动一下 对 稍微晃动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肉 滑滑嫩嫩的 而且颜色都上去了 你这个颜色调的 酱油调的这个颜色 这样乍看之下 好像在煮甜不辣 甜不辣 有没有 天妇罗一片一片的 如果我们这个酱油这样下去 用过油的话 整个肉会黑掉 会比较黑一点 蚵仔嘛 对 好了 这个蛋白质 水都可以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肉片 稍微把它沥出来 就连盛起来 看起来都不像肉片 都不像是甜不辣 不像是甜不辣 好 酒片 对 好 我们现在开始 来 先来炒一下 大概一大匙的油就可以了 那这边呢 我们可能要先炒一个 就是这个豆豉的部分 所以不是先下蒜末 是把干的豆豉放下去 对 这干豆豉它很特别 它必须要有这个油 下去炒才会香才会亮 而且干豆豉千万不要去洗水 你一洗水 好 有的人有几个不同的做法 有的人说 我的干豆豉 我要把它 用米酒稍微泡一下 用米酒泡 好 这是一种方法 有的人说 我的干豆豉 我希望它的味道 能够充分释放 我先在桌上摇刀 把它切成小份子 敲碎 对 你觉得泡米酒 泡米酒 这个方法可不可取 各家有各家的方法 因为干豆豉它本身是干的 所以我个人比较没有在泡米酒 因为泡米酒怕它下去炒会整个会 暖暖 对 比较糊一点的 对不对 对 OK 那把它豆豉切成这样子 细末细末这样子的方法 细末的话其实是可以 因为它本身就是说 你不要去碰水的话 它豆豉你看 整个颜色跟它的味道都 会非常地出来 焦哥你应该有闻到 这个豆豉的香气 有 所以切细末是OK的 也是可以 OK 这个时候 焦哥我们就蒜头要下去 对 蒜头就下去 对 然后我们大概拌炒个两下 是 也不要炒太久 然后我们的这个 青椒 青椒跟红辣椒一起下去炒 辣椒 再来 对 所以说这个油量不要太多 你会发觉说 刚刚好够炒我们这些 是 青椒 辣椒 蒜末就够了 对 好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可能要加点这个 辣酱在里面 是 所以我们稍微把这个锅子 稍微把这里面的菜 稍微撇到旁边去 撇到一边去 然后我们加点这个辣椒酱 辣豆瓣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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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豆瓣酱不要太多 因为我们炒起来并不是要整个红彤彤的 是 我们还是要保留这个 蔬菜它该有的这个颜色 对 一看它加的量 就知道炒给自己吃的 不是炒给太太吃的 还有什么 糖 糖 对 这需要一点糖 对 糖的量可能要稍微多一点点 嗯 因为辣豆瓣酱有咸 有咸 然后那个豆豉还有我们的那个 是 都有咸味 还是要什么 对 然后呢再来我们稍微 火打开 把它整个拌炒在一起 那我们这边呢 加一点点的水就可以了 只要加水 不加油 对 这个油等一下 最后再加 稍微加一点点的水 把这个酱啊 酱炒香之后 水加一点点下去 不要太多 最后也不需要勾芡 对不对 这个不能勾芡 这是炒的 对 利用一点这个水分 让我们这个椒啊 青椒 红椒 还有这个豆豉的味道出来 是 对 稍微让它焖一下 你现在闻那个豆豉的味道 就好下饭的味道 对 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火在小一点 因为主要你青椒 如果光用炒的话 它吃起来太脆 所以它还是要有一点水分 去带动这个 推动这些东西 好了 肉片 对 肉片一下 再来啦 再给它拌炒一下 拌炒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面还需不需要调味呢 这时候最后下一点酒 来提香 一点点酒 对 我们用一点点这个 绍心 对 绍心酒 我们沿着锅边这样 稍微呛一下 对 呛一下就可以了 好 来 好浓郁这个香气 对 因为其实这个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 肉片上面已经有裹粉了 所以你那水下去的时候 它会稍微有点浓稠的感觉 烧子的过程当中 你刚好就让那个汤汁 有一点点收拢 变得浓稠 这样子 它挂肉片 挂青椒 都可以挂得住 对 好了 那这个时候就很简单 我们就是把它轻轻的 来 是 把它整个晃到我们的盘子上 就可以了 哇 反手出锅 对对对 好 OK 来 齿椒肉片上锁咯 腊齿椒炒肉片的制作大纲 首先我们将青椒切成片状 红辣椒去除囊子切成片状 大理鸡肉切去筋膜 再切成片状 放入容器当中 加入米酒 盐 还有酱油拌匀 再放入胡椒粉 以及太白粉 抓匀之后 略腌一下备用 接着起一个滚水锅 放入大理鸡肉片 汆烫至熟之后 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 然后起锅热油 放入豆豉 蒜末爆香 再放入辣椒片 青椒片炒香 再放入辣豆瓣酱 糖 以及水拌炒 起锅之前 放入里鸡肉片 以及绍兴酒略为烧煮 就可以盛盘 完成今天的这一道 辣齿椒炒肉片 太都已经炒得这么哑了 吃起来的时候 肯定要面面俱到 对不对 是 一个肉片 好 在肉片里 些许的我就带一点点 对 豆豉 豆豉 然后我也把切的 青椒片 很漂亮的青椒片 红椒片 就是里面所有的东西了 这个元素在里面 吃起来它的味道 就比较有不同的这个层次 你吃起来 肉片不会 不会 不会干 不会柴 对 但里鸡肉一般来讲 你可能直接这样子炸锅 或者是水煮 其实吃起来会很像肉干一样 但是因为你本身水分带得多 如果整盘菜像这个位置一样 都是干干的 没有水分 对 它吃起来有没有好吃 对 还是有差 对 这样 这样子 它如果泡在汤汁里面 有没有 然后也有芡粉挂得住 对 或者这边有汤汁 我再来多沾一点点这样的汤汁 然后那个汤汁本身里面 对 那个咸度在 辣度 咸度 甜度 对 对 所以让你口中释放这个唾液 对 你就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的干柴 对 敢吃大辣可以再多一点的辣 辣椒酱在里面 这完全是按照个人喜好 有的人家里面 譬如说做饭的时候 对 它会有两套标准 两套 两套标准 举个例子来说 你像这个东西 可能第一份炒完了 先出锅 先出一半 第二份 我再补一点点辣 让它辣不辣 大人小看 对 或者是有一些家庭呢 是先出一部分 剩下来多煮一煮 煮得烂一点 老人吃 老人吃 因为现在家庭的结构 你说两代或者三代 你必须要兼顾到每一个人 对 所以它这个 我吃起来会是感觉是 就比较下 这个饭会多吃一点 其实这个汤汁加那个饭 它有点 吃起来有点像剥皮辣椒的那种 那个味道 没错 你真的有点点那个 甜甜咸咸 甘味在 对 带一点微辣微辣这样 去你家的口气 好像在打甘味人生 甘味人生 很是积极的一道菜 你喜欢吃辣 多加点辣 不喜欢吃辣 就这样子可以辣 试试看咯 谢谢同志伯 谢谢 谢谢焦哥 谢谢 好 一起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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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